哈喽大家好 周三美股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近期的美股第四次的熔断 那么第二件事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 下周开始关停交易所 那么其中第一件事相信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历史上总共有五次熔断 而这两周我们就已经见证了四次 那么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 会不会就是在近期呢 很难说 在短短的两周之内我们见证了四次大抛手 触发了四次熔断 可见这一次市场的恐慌情绪之高 我们可以看到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的恐慌指数 VIX一度涨到了85以上 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近期美股的行情可以说是极其的震荡 上下的涨跌幅都是以千点来计算的 而且通常是今天暴涨明天就暴跌 但是呢跌幅整体是要高于涨幅的 所以说大部分公司在这样的情况下 都是亏损极其严重的 比如说巴菲特老爷子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在一个月之内其股价就大跌了25% 这告诉我们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不管你是普通人还是股神 你照样会亏 那么第二件大事就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 也是世界最大的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今天宣布 从下周开始关停交易大厅 全部改为电子交易 原因是今天有两名交易人员呢 被测试了新冠肺炎确诊 那么我经常在交易大厅呢 做采访和报道 我知道那里是充斥着很多的人流 大家每天叫喊欢呼 所以如果说飞沫传播 是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之一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交易大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所 所以从上周开始我就已经在家工作了 据我所知 所有的中国媒体朋友呢 已经从本周开始在家工作 而外媒的朋友们 比如说CNN、CNBC、FOX等等 他们依然坚守在阵地 我相信今天在得知 纽交所有两名交易员感染之后 他们的心应该已经凉了一半 不过保佑他们身体健康 可以说疫情对于美股的影响 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即便是美联储在三月份 连续降息150个基点 将利率降为零 同时启动量化宽松 子弹几乎都已经打光了 但是美股依旧不见好转 怎么办呢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 美国政府是否能够启动 更多的财政政策 同时能够对症下游 那么现阶段 抗击疫情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而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事情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不要让自己感染病毒 作为一个投资者 我的建议是 不要盲目地认为 你现在已经看到了底 这一次的恐慌性抛售 它的底在哪里 真的不知道 很有可能是万丈深渊 而如果受疫情的影响 经济衰退提前到来的话 现金才是王道 所以说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也保护好自己的资产 我在纽约的家中呢 也会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尽量及时准确专业的 给大家带来海外的财经资讯 以及疫情的最新情况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